今天要种山药了 要定制山药了 把沙弄出来 现在准备填充料的 先把椰康泡在桶子里 泡20-30分钟 让它膨胀起来 它可以又脱水又保水 它不会有什么营养的 它只是一种介质 就像土壤 沙子 你种植物的话 你要给它添加营养成分 不过它时间久了 它也会化成分解 对微生物会分解 看着哪有先放这么多水的 等一下再过来看 要20-30分钟 这段时间我们就去挖沟 就是这样的 这样斜躺着 这上面这么深 这上面这样子 一到下面就有这么深了 上面10到15厘米 下面20到25厘米 就这样它就会有一个15度的角度的倾斜度 看一下这个椰坑 好没有 水还是够了的 这里面有水的 这个是普通的Compost 这个是买的 填充料要是松了 到了不 全到了不错 全到了 这好像没多少样 全是这么简单 感觉好像有点多 我捡住了 我捡住了 扯不动了 铲出来一点 感觉有点多了 多 还有个什么小桶子 搞回一桶应该差不多了 好好好 对 搞回一桶 这个也可以倒到里面了 这个椰坑就相当于土 松软的 倒壳也可以 锯木灰也可以 这个鸡粪堆肥 它就是用鸡粪和炒 锯木灰熟的以后的 鸡粪 锯木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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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整 devoir陈那边 里面 钾 几口 明理 可以 咱 lets 停一下 你铲子马开 这个是石粉粉 这个是硬链粉 就搅拌在一起了 防虫 哎呀 多搞一点 再添加一些鸡粪颗粒 这里面的肥料也有鸡粪 鸡粪 长木灰 汤厚紫 可以啊 石棵粉 硬面粉 然后再 戒指就是 叫一康 好了 准备好了 我们去填秤 多放点可以压平的 要压平的 全满的 这个全部要填充满的 然后这个 这个芽就放上面 我觉得这个是个苗 这个是不是它那个根 哎呀 这咋长啊 是弯的 这直的 这 这我有点狗懂啊 这不能够往上了 下来啊 万一这一根根是环上 不要填上面 它就 这一部分是不用填这个肥料松染土的 它这边 这一部分是松的嘛 它就会 它会根啊 这些东西会自己来找 找肥的地方 找肥料 就朝这个方向发展了 你要全满了 你要用手压满了 不是全够了 我都说要压满了 这里还空出一点 填充物就把这个槽填满了 就填到这一头 留下10到15厘米的距离 然后把这个 总鼠放在这里 你看这个羊 有点红叶子 应该朝上的 这些根绪都朝下 往上面 这边是软的 它根绪就会朝这边发展 然后软的嘛 它就 伸展的就没有阻力 这个上面就填这种普通土 普通土了 它就没那么肥嘛 它就会朝肥的方向发展 这一个就种好了 其他的也像这样的 挖沟 然后 田葱 然后种 种完了以后 统一种完了以后 这上面还要 放肥料的 就准备放羊分 绵羊颗粒 最后 把这个面上要放一些 面上要放一些绵羊颗粒 就是肥堆出来的 然后就可以覆盖了 然后就可以覆盖了 但是就覆盖这个土了 这一阶我还仍然没有放肥料 它不肥嘛 它根绪就朝肥的方向发展 好 经过两三个小时的劳动 终于完成了 定制了 12345678 8克 这里还有两个小的 一个地方 不知道行不行 就放这里 暂时没有插棍子 最后就浇水 浇透水 浇透水之后 基本上暂时就不用管它了 等到它出苗以后 再来管理 哎呀这个水不够 冲动 已经尽人力了 按照 基本上按照那个程序 都做完了 肥也给了 水也给了 收成了 就看天意了 好了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喜欢我的观众 请帮忙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谢谢你的观看 拜拜 拜拜